您收听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张庆林 十分钟早报新闻为您快速浏览 台湾今天各报的一些新闻焦点 好 今天在联合报跟自由时报头版 都看到了这管中敏案的最新发展 联合报的标题叫做 卡管百日教育部加大了力度 将组跨部会的专案小组 在会商之后再决策 在台大校长当选管中敏这人事案 是被卡了三个月的时间了 昨天教育部这边有最新的说法 就说要再筹组跨部会的咨询专案小组 核准不核准最快要到四月中之后才会明朗 好 台大现在已经说话了 说拖得越久 台大就越伤 倒是这教育部的官员其实也就谈到说 如果这管中敏能够主动的对外说明 到大陆的这个情况的话 将有助于厘清真相 那么外界就质疑说 就算是管中敏有到大陆去坚持 但是因为并非台大 临选办法当中所限制跟规定的 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是不是真的要卡他呢 那么教育部的官员只说 那就不知道社会能不能够接受一个 严重违法状况的校长人选了 自由士爸把这个新闻做到头版二题 那么谈到说管中敏如果违法的话呢 将要失去校长的资格 好 其实翻到今天联合报的那页当中 也谈到管中敏的律师说教育部违法 所以现在评估要走司法的这个管道 卡管将近百日 教育部其实已经超过了两条红线了 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联合报的头版二题谈到了国道南下 今天会最塞 在天气方面跟这个交通状况方面 今天包括了苹果日报跟联合报 今天都有比较大篇幅的报道 其中联合报谈到说 气象局提醒说 这个清明节连续假期是先暖后冷 温度将会持续的溜滑梯 另外注意在空气品质方面 大陆冷气团夹带着境外污染物 空气在这个连续假期是又冷又脏 在高山地区还有机会降下四月雪 另外在交通方面 高宫局预估说 今天是国道南下交通量最高峰 4月5号跟7号则是在北上 还有双向交通流量最高峰 重点的路段塞车的时候 行车速度可能比平常时间要增加3到5倍 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行车时间 更可能比平常多达6到7倍 您在车站当中真的要保持耐心了 评论日报间内夜也谈到说 国道3号的交流道 如果回堵10公里的话呢 就会关闭这个交流道 好联合报间在内夜的Air版面 延续他们昨天对于全台的观光的一个注意 这政府的振兴观光扩大补助 交通部被指说怎么独厚特定的县市呢 中部跟北部的县市也反弹说 如果要救的话那就一起来救啊 好观光局则是说像嘉义跟南投 我们这边也都有一些辅导规划 南部四县市这边说 虽然有中央的澳园 但是还是要靠自己加码自救 旅游业也就说了不能够单靠政府 苹果日报间在内夜当中提到 说游客回来了 在墾丁的定房 现在大概有八成左右 业者非常的开心 好自由时报间在头版头条说 内控严重缺失 赵腾雄父子解职 远雄人寿遭罚1440万元 尽管会财罚金额创保险业的一个新高 而是否涉及到掏空呢 现在检调已经着手 侦办了 另外赵家父子 在五年之内呢不能够回到金融圈当中 自由时报间头版还有其他的消息 包括吓死人啊 在台东这边找到了出租套房里面的这个林姐呢 那么有一个是持了观光护照来到台湾 花名配地的泰国女子 从事性交易 结果发现说这个泰国女子 其实燃有艾滋病啊 来台湾这短短的时间当中 他接待的恩客已经有数十人了 所以现在警方也提醒说 曾经跟他有过性交易的人 赶快来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健康状况 旧时报头版的这个消息 其实蛮温馨的 就是有一个国中的短跑健将 他因为去年车祸收到重创 本来帅气的这个年轻脸庞呢 现在变得包括面貌 视力 还有他的飞毛腿都已经找不回来了 不过学校的师生为了鼓励这个孩子呢 让他重新回到接力赛 在毕业前呢 有同学搀扶着他 跑完了接力赛的最后一棒 也留下了校园当中最深刻的回忆 这是自由时报头版当中一个感人的新闻 好联合报的那页当中 有安全优先 最快六月底见客 慈胡临寝 打算只开放团境 另外波及案的部分 陶检起诉了十名独派青年 谈到了台独 兼联合报的那页当中 自由时报那页都有赖清德的谈话 因为赖清德呢 他在昨天特别强调说 言论自由的年代 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意见 所以他可以说主张台湾独立 他说自己作为一个行政院长 接受立委执询的时候 可以诚实的向立委报告 自己确实是台湾独立的工作者 好这个消息呢 今天联合报跟自由时报都有大幅的报道 那么自由时报就说 这不甩中国方面的批判 赖奎呢 他是重申自己是台独工作者 倒是在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当中就谈到说 新华社就三问这个台独工作者赖清德 北京这边的批判力度是节节的升高了 在陆媒就批评说 这个顺独其实是铺垫他的自己的政治前程吗 那么赖清德的发言也让维持现状似乎是破功了 联合报今天那夜就说这新闻幕后提醒说 隔魁应该要谨慎发言 因为两岸关系其实现在真的是要稳住才可以 联合报同个版面谈到陈局要接总统府的秘书长 在月中就会宣布 兼自由时报也有相关的报道 另外兼联合报的分析说 菊姐接手 府秘书长的运作模式的一个转换 因为在陈局如果接总统府的秘书长之后呢 其实也跟行政院长赖清德合作 一位是负责政治协调 一位负责政策推动 在民进党政府新组成的执政团队当中 充分扮演蔡英文总统的左右手 而现在接下来叫做英赖菊金三角 将要布局的是双北这边的一个选战 在联合报的北台湾新闻说 这基隆军港开始迁移了 总统比个赞 但是当初其实是马英九拍板迁移的 有人就说怎么没有提到马英九呢 中国时报间头版头条有转型正义 掀起没有枪炮的一个内战 指的是现在行政院长赖清德 跟前行政院长江一画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言辞交锋 苹果日报头版头条是迪英的儿子 那么这位孙安迪同学呢 他这最重可能会半十年 因为被找到说隐瞒有1600发的子弹 今天苹果日报那页也有说 迪英舅子聘金牌律师 恐怕光是这个钱就要花了数百万元 到监狱去看儿子是崩溃泪下 另外孙安佐所寄宿的这个地方 这轰妈大家也觉得有点奇怪 包括说呢其实这个孙安佐在台湾是独贵族学校 但是呢他到当地住的这个地方 却是一个比较中低比较收入的地方 所以到底为什么会住到这轰妈家呢 现在也提出了一些大家的一些质疑 好在财经焦点方面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有 苹果汽英特尔台积电大补的消息 还有即日起台湾从大陆进口钢品 必须要先申请输入许可证 关股护盘今年来买超了238亿元 这是台股的表现 另外经济日报间头版当中有台股的八猛将 内外资公股扫货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间提到的是日系并效应 日月光的产能现在满载的一个消息了 动作张前生看好半导体业的大者恒大 启动扩厂计划要加码投资高雄 外资爱台湾在三月份的时候 净会入有192亿元 自由时报的财经新闻说 这川普四处放火成了美股的一个黑天鹅 苹果日报今天那夜当中有飞虎将军的一双 陈湘梅女士94岁在美国过世的消息 当初她的爱情传奇故事曾经拍成电视 1000个春天 那么现在陈湘梅过世的消息 是昨天晚上所传出来的 当初是穿梭在两岸 那么这位陈湘梅的女 她的故事也是一代传奇 好望报间头版头条说 这台商回台湾来争裁但是屡屡受阻 意识形态阻挡之下 也剥夺了台青的工作权 联合报跟苹果日报间都谈到无人机的纳管了 以后的操作得有民航局的许可证 现在越来越夯的无人机 在操作之前可能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一些管制 另外自由时报间那夜谈到了 核尔厂二号机的报告 恐怕要延宕一周 联合报今天那夜提到了 劳动基金两年来的首件亏损 账面的亏损就有281.4亿元 单月就蒸发了762亿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中广新闻主播张庆林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是中广新闻主播张庆林